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使命里我会教给大家如何的连接电路 然后写入代码 并且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外壳进行简单的调试 那么看完这一集之后 你的B数显示器基本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好的那么书接上回 在我们运行了server获取了这个IP地址之后 我们将IP地址复制到了VSCode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买回来的 这个ESP12E这个物联网开发板 通过数据线连接到电脑 然后一般情况下 这里你们是需要安装驱动的 这个东西我在资源包里面 已经给大家找好了 或者说你们可以找淘宝卖家 跟他们要对应的驱动程序 然后在安装完驱动之后 点一下左下角这个箭头 就是把它传输到开发板里面 这个时候它下面会显示开始编译的进度 然后会读一个百分比 当最底下出现一个success的时候 就说明已经成功了 然后呢我们直接按照这个线路图 直接照着官方给的线路图接线就行了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开发板都是自带这个USB供电的 所以我们直接忽略DC供电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然后照着剩下的线接线 这时候如果只连接点阵屏的话 很简单只有三根线 那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被点亮了 然后它的默认功能是显示时间 如果没有显示的话 可以试着拔掉电源线 然后再插上 这就是万能的重启 最基础版本到这里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比较重要的B数插件的安装 但其实呢这一步非常的简单 只要打开这个Otrax的目录 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个Bluebeens目录 就是插件 然后呢把我提供的这个B数插件 移动到这里面 然后重启你的server 然后再重启开发板 如果server关不掉的话 那就在任务管理器里面 找一下Java这个程序 给它结束运行就可以了 然后呢按照第一集里面讲的 重新运行这个server 将server里面的完整的地址 复制到浏览器 然后进入管理后台 进入我的APP里面会有一个bilibili 然后我们点setup 然后在里面填上你的B站MID 点击sale保存一下 那么做到这儿呢 你的B数显示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里要特别感谢黑眼TV所提供的B数显示器原码 然后呢我把它的这个粉丝数量限制 从6位数开始滚动 修改成了7位数开始滚动 也就是说在几十万粉的时候 它还是会这样平面显示 但是如果在百万粉以上的话 那这个8×32就真的显示不开了 它才会变成滚动显示 因为它这个分辨率滚动起来的话 看着还是不太方便的 那虽然说我也没有那么多粉丝 但是万一有大佬要看我这期视频来做一个呢 所以那就简单的修改了一下 几十万粉的话也够用了 那么至于具体的如何创建 或者是修改这些插件的话 我们在第三集里再讲 但是现在来看第一集的播放量好惨呀 然后我估计这个第二集也不会有多少人看 那第三集像那种进阶教程的话 我估计就更没人看了 好的那废话这么多 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另外两个功能 手势控制和自动亮度 这两个功能是直接照着 官方给的电路图接线就可以了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要注意的是呢 这个手势控制默认是开着的 不需要设置 但是这个自动亮度的话 需要在设置里面开启这个选项 然后呢这里边你可以设置这个亮度的变化范围 然后这个光墙呢 我建议是设置个500左右 就可以了 就是当外界亮度达到500拉克斯的时候呢 它就会达到最大亮度 那举个例子 如果把它修改成50的话 那估计它在很暗的情况下 就可以达到最大亮度了 这个呢 看大家的使用习惯和使用环境了 多试几次 多改几次参数 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值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其他比较重要的选项 首先呢 最顶部的这几个开关 依次是开机动画 然后切换动画 还有颜色切换 然后是大写字母日志 然后下面这个testcolor就是显示的内容的颜色 再往下呢 是它的亮度设置 然后是应用的持续时间 也可以理解为间隔多久 切换到下一个内容 然后是数据的更新间隔 最后是切换动画的滚动速度 那么它的主要设置呢 就这些了 其他设置的话都无需修改 或者是比较高级的玩法 那我怕我在这个前两期基础教程里面 就讲了太多复杂的东西 会把大家给吓跑了 那这些高级功能的话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官方的文档 或者是黑影TV的视频 那么在完成了基础部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B数显示器 进行一下简单的美化了 那按照第一集 我们所讲的打印了光纱 然后定制了亚克力的外壳 然后我来讲一下 我这个亚克力外壳是怎么个用法 首先呢 有两块比较大的面板 还有两根比较细的细条 那么带开口的这一部分呢 是作为背板用的 就是这个点阵屏 它是柔软的柔性的 所以呢 建议使用双面胶之类的 把它粘在这个背板上 然后上面的开口部分呢 正好可以用来放这个连接的线路 然后就可以给它盖上 我们3D打印的光纱了 那这个黑色半透明的那块板子呢 就是它的前外壳了 注意这个东西 不要直接的盖在光纱上面 还需要在光纱和这块 半透明的亚克力之间呢 有一个如光作用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是直接使用了A4纸 这样的话可以让光源过度的 更加的均匀 看起来也会更舒服一些 至于这个如光的材料呢 大家怎么选都行 只要它是不透明的 但是能透光就完事了 因为反正上面还有一层黑色 半透明的亚克力 所以这一层的颜色并不重要 都会被遮住 像我这个使用了白色的A4纸 外观看起来也不违和吧 然后重点来了 怎样将这个光纱 如光层 还有亚克力外壳 贴合在一起呢 总不能直接用胶水粘吧 我的第一板呢 就是使用了胶水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用到这两根细条的亚克力了 直接把它粘在这个黑色半透明面板的两边 然后呢 相当于是这两根细条做成了一个卡槽 然后嵌在了这个光纱上面 这样的话它还是比较牢固的 而且这样做的话工序也比较简单 然后想要精致一些的小伙伴呢 可以再使用双面胶对它在细节上进行固定 最后呢 电路部分就直接给它粘在后面就可以了 毕竟考虑到这个东西摆放的位置 我想一般也看不到后面 所以这后面有这么大的空间呢 你也可以给它粘上一个充电宝 或者是粘一个蓝牙音箱 是吧 那它就有蓝牙播放器的功能了 毕竟呢 我们设计的这个外壳还是比较薄的 如果给它做成一个长方体的话 那这里面能塞下好多东西 比如说我可以往这里面塞一个树莓派 然后设置好开机自动运行server 那我们就相当于有了一个一体机 直接插上电它就会开始工作了 不过这样做的话成本会高出很多 所以我这里就不进行演示了 这个大致思路还是很简单的 想要自己动手的小伙伴呢也不难 然后另外我要讲一下 我个人呢是把它跑在了服务器端 所以呢如果有小伙伴像我一样用的是服务器的话 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在服务器的server上面显示的这个IP 是你服务器的内网IP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开发版上面 输入这个IP的话 它是连接不到服务器的内网的 那么如何修改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直接忽略上面的IP 在代码里面直接填上你的服务器公网IP就可以了 不过这样做的话会有很大的风险 毕竟这个开源程序的漏洞肯定是有的 另外它这个后台也是完全没有加密 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访问进来 所以这个东西你把它开放到公网上面 还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 所以呢这还有一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弱机方法 可以自己去写一个加密解密的DLL 那这里呢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但我觉得这是真没必要 如果你担心安全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别用在公网上面 还是直接运行在内网就挺好的 当然了如果你只是在内网里面使用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别人根本也进不来 所以也就不用去修改这些东西了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意思的话 欢迎为我点赞投币收藏评论 我是熊猫 可能没有第三集了 我们下期再见